莫少,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围城 演播,田小莫 莫少 消暑 第三百三十二集 离开女士一间的海伦 直接给齐军打了电话 齐军看见了电显示 就知是海伦打来 他对秦浩白说 等一下帮我应付一下威远 我有个事 需要处理的时间 齐浩白听见齐军的手机响 但知道 他是不会告诉自己 要去干什么的 只好点点头 走出了男士一间 齐军看见齐浩白走远后 才接通海伦的电话 海伦得意的声音响起 齐军 我已经搞定了 不过 你可要做好准备 你老婆确实有情况 知道了 我在后面的花园等你 电话是海伦挂断的 齐军没在意 两个人都动身向后花园走 这温泉 齐军以前来过 自己心脏病那段时间 很严重时 齐林松就让俗不出户的他 来这个地方泡温泉 有时候 给他搞一些户外相 齐军那时候一度认为 齐林松是不喜欢他这个儿子的 这些外出只是更能证明 自己不像是一个正常人 齐军还记得 那时他有一次独自跑到这后花园藏着 齐林松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心里充斥着很多被人在乎的成就感 但是后被齐林松狠狠教训了一顿 到后来他就出国了 因为出国 也错过了能与宋燃遇见的机会 导致让墨天行抢先一步 不知不觉 自己又想起了宋燃 这次跟薇薇安回国以后 都没有怎么注意宋燃的动向 实在是因为 薇薇安看他太严 国外的那通电话争吵 彻底粉碎了他们的联系 今天的宋燃正在墨家当老师 墨天行又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把上次宋燃教弹钢琴那几个孩子 给找了回来 今天八点多 宋燃刚起床 王妈就敲门说学生来了 没有一点准备的宋燃 就开始了今天的再次教学 愉快且充实的一天 就这样匆匆忙忙开始了 另一边 正在公司上班的墨天行 通过王妈这个远程监控 看见了正在教孩子们 弹钢琴的宋燃 此刻的宋燃是带着光环的 他认真的模样最好看 海云来到后花园 就看见齐军正直直地站在那 他正好想恶搞一下 拼悄悄地走上前 从他的背后缓住他的腰 许久没有接触齐军 他比他想象的又瘦了一点 齐军并不喜欢这种身体上的接触 海伦当然也知道 所以没等齐军动手 自己就先把手放开 开玩笑地说 齐军 连女人都不给你吃饭吗 你怎么比出国前还要瘦 齐军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变化 他怂怂间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威妍的心里确实有些扭曲 他的占有余还有偏执 都远远大过常人 这样下去的话 很容易产生第二个人格 当然 这也是我这个学过一点点 鼻毛催眠的人所得出的结论 海伦的话 比齐军自己想象的还要具体一些 但是关于第二人格的事 他并没有想过 同时 还有海伦竟然还会催眠这件事 齐军觉得 自己真的不够了解眼前这个女人 威妍被你催眠了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所以 还请齐军先生 以后多多关注我 既然威妍的心里真的有问题的话 我会尽快想出对策来解决的 来都来了 一起去泡泡温泉吧 这也算是齐军的邀请了 但海伦在地上并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林雨柔和一个女孩也来了 刚才的事一件遇见 你妻子现在 应该再跟他们聊天 林雨柔也来了 这应该是巧合 但齐军自始至终 都很讨厌这个女人 也是事实 看样子 这就是海伦不愿意去泡温泉的原因了 海伦看着齐军停下脚步 自己也站了起来 齐军 我希望你可以尽快把魏伦的事处理好 墨前行现在跟林氏已经属于对立状态了 必要的时候 你也要为齐氏出一份力的 齐军没有想到 海伦会说出这样的话 现在的他 其实用角质头想想 也没有几年好活了 齐林松跟整个骑士跟他之间 真的还有关系吗 没有想要说的话了 齐军就摆摆手 还是离开了后花园 海伦还以为 齐军让自己去林氏当设计师 是为了让他自己以后 可以多给齐氏一份保障 但现在很明显 回国后的齐军心境变了 但具体哪里不一样 还真说不定 换好衣服的海伦 本来想去泡泡温泉 但现在林雨柔也来了 她实在是没有心情 索性兜兜转转转后 又回到了十一间 换上自己的衣服 离开了温泉小馆 此时的薇薇 已经好一会儿没有见到齐军了 一见到就赶紧向前 揽住齐军的胳膊 人家等你好久了 你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好点了吗 齐军看了眼旁边的齐浩白 应该是他拿自己的心脏病 做借口了 齐浩白察觉到齐军的目光 只好尴尬地把头低下 他当时刚出来没多久 就碰到来找秦军的薇薇安 能拖入薇婉唯一的借口 当然就是齐军的心脏病 自己当时心里也很忐忑 但两边都不好得罪 齐白浩觉得 做人真是太难了 现在 齐军终于从男士一间里走了出来 齐浩白感觉自己松了口气 齐军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 我没事 只是有点累 薇薇安这一下 连下去泡温泉的心思都没有了 一直形影不离地跟在齐军的身后 这让齐军很湿头疼 齐军在心里默默地开始盘算 关于薇薇安的心理疾病 自己怎么样处理 才能把伤害降低到最小化 如果拖下去的话 齐军想 自己只会越来越反感薇薇安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